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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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你收看新闻有情调 也欢迎博友志 大家好 我来试看我的中气够不够 对我刚想说你怎么精神百倍呀 不是才刚打了 这个是BNT对不对 就是因为刚打BNT啊 所以试看看自己中气还够不够 骂其人来看有没有那个中气十足 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是4点钟 下午4点钟 所以你几点打的 1点打 1点打3个小时之前 那可能还没有什么那么快的反应啦 对等到晚上吃晚餐了之后再看看好了 会不会开始学姐我不行了 哎呦就发个line 说明天不能来上节目什么之类的 希望不会啦 因为其实我发现其实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真的吗 对但各自反应不一样 而且你是第一针嘛 对啊 就有志现在才打第一季BNT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个性使然 哎呀我知道你就是说什么 你不要打 我没有不要打 我是之前不想要被人家说 你去打这个你去打那个 然后搞的乱七八糟 一个国家搞的你这样子七一分八素 然后第二 BNT我个人认为是我们努力一起争取来的 是 那这个我们自己争取来的 我打起来的特别顺手 特别有感感觉保护力特别十足 完全心理作用 哈哈哈哈 这个秦教官就给知道我的性格 挺刚烈的 有有有有 不要看每天的这个友志啊 私下都是笑容满面的 其实个性 内心刚强的不得了 刚强的不得了 所以呢当然啦 其实在看你在评论时政的时候 就可以感受的出来 然后有的时候相当的犀利 感觉就是那一把刀 快要刺进去但是 好刺 但是好像没有整个致命这样 是啊 对但是啦 其实我跟友志啊 其实今天还想说 要不要谈一点这个 国内的事 对啦 最近大家关心什么高嘉瑜啊 同情他 或者是辛苦了 这个一个女性 我们同样都知道 这是不容易啊 对希望他能够也祝福他啦 但是坦白说 我觉得很多人在谈了 我想也不缺我们啦 所以我们其实呢 还是谈一点这个国际的大小事 当然 对尤其是值得关注的一些 国际局势 还是跟大家来好好的聊聊 严重的 但今天呢我想这个 我们线上呢 很多的朋友在收看同时 请不要忘记一定要按照 按赞 按赞 站起来 我来检查一下 好 来来来来 来 大家赶快按赞 谢谢张力云 我看到你啊 还跟我们的小编午安 真的 谢谢你啊 还有这个转风旅时 说 no more 高嘉瑜 是没有今天我们没有要谈 是 来来来 先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我想其实呢 这个前一阵子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最热门的一个话题 不外乎就是到底什么时候 可能会看到这个解放军要武力犯台 这个话题其实呢是谁吵起来的 我认为是西方国家 西方媒体在吵起来的 因为呢当我们看到很多的官员 他们陆陆续续有些是有西方国家 包括从美国 欧洲等 还有澳洲等其他的专家 学者甚至是官员 关键就是官员 不但说台湾的危险 那么后来呢 就引起了这个舆论 越来越扩大 讨论之余 那当然大家就会思考说 到底他们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今天我们要谈 我特别挑了一份 就是看到一个兰德智库 这是美国的一个智库 那么这个智库呢 我们看到他有一位 非常资深的一位分析人员 叫做Direct Rossman 那么这位葛罗斯曼先生呢 他投书给日经亚洲 那么在这个里面 他提出了他的几个论点 我想其实可以跟大家来分析 我先讲一个重点 那么他特别谈到的一个重点呢 就是说其实到底你说 什么时候会所谓的大陆攻台 那么过去我们其实听到 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么就是曾经是美军 担任太平洋司令的那一位戴维森 那么他呢提到了2027 对 2027真的如此吗 算算时间已经放眼过去 2021要结束了 要展望的是2022 所以你掐指一算从2022到2027 不也就是那四五年的时间吗 嗯在我55岁的时候 哦你讲出你的年龄了 好好 不要不要选我五五双五生日的时候来 是是是是对 那大家不要以为说他叫我学姐 我就一定比他大 哈哈哈哈 大家知道我以前有多么的肥肋了 考验干嘛一定要讲年龄 哎真是的 小妹妹是是是 B&T都还会发烧的呢 哎是啊我第二季有 所以呢2027是真还是假 那这一位专家呢 他特别谈到了几个论点 那第一个我们其实要关注的是说 他讲到2024台湾的总统大选的结果 将会是一个关键 2024决定是否2027攻台的时机 是好有之你看了他的这个报道了 大概是是看了一下啊 因为他之前其实已经已经也写过了啦 嗯对那那个 呃主要是在focus在两个时间点嘛 对不对 对一个24一个27嘛 对那24有24的理由 27有27的理由 嗯那24的理由是来自于台湾 27的理由来自于中国大陆本身 哎哦对不对 那2027对大陆有什么重要 共产党建军建军100年 对对那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习近平对于整个大陆内部势力 鹰派的那个说服说服还是叫说服 说服跟他压制已经是尽他自己的力量了 那这几年其实中国解放军对于要犯台 或者是武力统一 因为在民间气氛武统的这两个字 越约越的状况之下 解放军难免会利用这种民情 会给中南海一些压力 对所以27又刚好是建军百年 那习近平又刚刚好 面对他正式要往下一个 6年是6年的执政时间去迈进 所以戴维斯会提出2027 我觉得有他的道理在 来自于中国内部自己的压力 那这2024就变成看台海之间的变化 对不对 因为2024如果他分析的其实就很简单 如果是继续台派的继续执政 那会是什么的状况 那其实大家可以去想嘛 那如果2024政党轮替 那又会是什么状况 那你还得看一下美国如果反中情绪延续到2024 然后2024再搭配上两个不同的效应 如果是执政换成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 是不是又不同的想法 这个戴维斯都没有提到啦 我觉得还得看美国当时反中的力道 因为拜登这几天感觉起起伏伏的 一下子看起来要延续川普的反中力道 可看起来又是拉帮结派 他自己不想要承担那么多 就是很复杂 所以我觉得秦教官今天提的这个点出来延伸 真的很有很有参透力 大家可以去想 然后那个思考的那个方向可以很多元 我觉得真的很有趣 其实戴维斯这个经历报告其实蛮有趣的 但戴维斯那时候他提出来以后 大家就在看就是说 那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说是2027 那比方说的确看到在2027这个年份 那么他是这个大陆的共军建军100周年 所以这是一个大礼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可能哦 因为呢你看到这个解放军军机 这个绕台这个行为 当然他们讲说绕台啦 但是呢你如果是站在解放军 或者是站在这个中国大陆政府 他们的立场他会认为说 这里是他们的领土 他们的疆域他们的领空 所以呢来到这边绕一绕来关心一下 来巡视一下这个也是合理 压力释放的感觉 所以他们对于绕台是觉得非常的敏感 反而认为就是说呢 其实应该是说他就是来这里巡视的 因为是自己的领土 对那个就是一个不同的心态 不同的看法 所以刚才呢我们在讲就是说 那毕竟呢这个解放军机 那么到这边ADIZ 那么看到呢好像越来越密集了 甚至在之前呢也因为有所谓被视为挑衅的行为 那么是不是在以美谋独的行为 所以呢就看到有这样子密集的这个来到ADIZ 好那这个是所谓的2027有可能会出现的部分 那但是呢我想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兰德智库的学者他提到的是说 那但问题是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呢就说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包括在内 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其实你看到在一路走来到如今 就是说虽然他一直不断的在强调就是说 统一这个是绝对不可逆的 这是绝对是未来要走的一个方向 那么而且是一个历史重任 那么是希望能够在这一代就能够完成 不断的强调 对他不断的强调 那但是呢对于一些所谓比较鹰派的那种主张 或者是那种呼声就是说要统一 就应该要赶快不应该等了 不能再拖了 那甚至也有看到坊间有一些的传言 包括说什么哎为什么说要囤粮啦 囤积民生的物资啦 是不是就是为了要打仗来做准备的呢 但是后来你就看到包括了官媒 都是不断的在那里希望能够敏平对 大家的这种声音对 然后呢所以这样子的行为 其实就足以看得出 他还是希望能够和平统一 对和平统一是他很大的学校 是所以就说那这位外国人 这位葛罗斯曼 那么他就特别谈到就说假设啦 假设假设大陆方面习近平 他真的要去规划这个战争 假设真的要动手了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让他整个对台的言论呢 就更加的强硬 就喊的那个声音会更大 而且一定会更密集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所以呢由此可见 他认为就和平统一 应该还是他一个比较优先的一个做法 一个选项 然后这一点目前他看到仍然没有改变 好我提的这位呢是兰德的智库 他的这个专家这个葛罗斯曼 他的一个说法 那另外还有一点 主要大概跟戴维斯就不太方向一样了 对戴维斯 毕竟是军人嘛 反正那一位也已经卸下了他的任务了 卸下他的职务了 他过去是太平洋军区的司令嘛 那后来呢他还提到一点 就是反分裂国家法 就是说这个法你看他都到现在 大陆方面没有修法 他说这个其实是从2005年制定以来 到现在没有修法 多数的西方观点都不是这样看 就认为就是说他们一定会动手 一定要着手 然后一定是要把台湾给吃掉 但是呢他这个反分裂国家法 既然没有修法的话呢 那么也足以看出 就西方国家那样子的说法 他不认同 所以他特别提到的是这一点 然后呢大陆这个领导人习近平 重大的言说当中 也没有特别去提到这个台湾的部分 所以他认为呢 一直在去讲 就是说所谓的那种威胁 他并不认同 因为毕竟戴维斯他是军人嘛 那军人的看法应该会比较站在解放军的立场 军方 其实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他站在2027建军百年 中国内部的压力鹰派的想法 然后2024台湾因为选举 然后会造成的派系纠纷 这个是对一般美国人很容易对台湾政局的看法嘛 就蓝的一定会台海两岸稳定 绿的呢很可能会造成纷争 那内部的压力一大一定会打起来 这是戴维斯很简单的一个论述 刚刚讲过了 可是如果以这个智库他的想法 他比较按照历史跟制度 那新加坡你应该还记得 当时希特勒他要开始扩张的时候 他也是把自己从共和国的那个法令 宪法修了嘛 往帝国的路去走 然后后来他才有什么 有借口 为了要整个欧洲的发展 然后为了要他自己 德国的那个日耳曼民族的那个优秀 对 他一定要把整个影响 所以他才开始对外扩张 所以修法确实我觉得 然而在讲的也没错啦 这反非国家法如果没有修之前 大陆要去出兵 看起来好像那个释金石并没有很强悍强硬 修了以后我就有借口了嘛 因为你犯了我们以下一二三四 你应该说你有那个依据啦 有法源的依据了 就要打架总是现在有借口嘛 对不对 你一二三四 因为你犯了我一二三四 所以说我这一拳必须要出去 这人跟人之间会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 大陆要如果真的要动手 他一定有一个为自己的理由 那很显然的反分裂国家法就是他的理由 那现在的理由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况嘛 反美国家法 你如果没有宣布台独 对不对 那个美国没有一直在干涉我们的内政 太过明显的状况之下 我不会动手 那如果他现在还是持续这个样子的步骤 那他就没有动手的余地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分析我是认同啦 只是他好像后面还有再分析 对 就跟戴维斯有点接近 戴维斯 戴维斯的立场 我觉得这个就不是难得他的专长了 他只是他的他的论述是说 大陆的作战能力似乎是还嫌不足 他说两栖登陆的作战能力 两栖登陆能力 其实要经过一番实战的考验 那在没有经过实战的考验之前 那么他应该还不至于这么做 但是你要夺岛的话 不是指台湾岛 那当然必须要这样做 所以呢他的说法是 目前来看他还有进一步的讲 他说你看哦 英国跟福克兰群岛 以前他光是要这样子夺岛的话 不容易吧 那过去共军解放军 在战略空投后勤反潜作战的 关键领域 他看他认为表现是还不够好的 普遍不足啦 所以呢 现在呢他认为说 在1979年跟越南打过仗了之后呢 大陆解放军还没有打过任何一场战争 是这样吗 其实这点我自己本身是有点存疑啦 对 所以那 我看到这难得的这一点 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 嗯 concern 我的想法可能跟 这位是 葛罗斯曼 葛罗斯曼 不太一样 是 因为第一点哦 他提到福克兰群岛战争 那应该是我那个时候 应该是高中时期的吧 高中时期啊 我现在已经50岁了 那已经30年前的战争了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阿根廷 英国 那个时候为了福克兰群岛 因为领土纠纷嘛 然后打了起来 那时候英国确实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你这个应该大家都记忆 30年啦 可是历史记忆应该 军事民应该都还记得啦 我的强调重点是 30年前的战争 你把它拿来对比 现在的台海现况 我觉得有点 先射箭再画吧 这你只是为了要证明 中国现在的反登陆 作战能力不够 所以以当时福克兰群岛战争 他用同样的模式上来 他会损失惨重 所以他应该不会做这个事 我觉得太过于简单化了 因为现在的战争 其实已经不是像以前这样 科技战呢 对不对 电子化的作战能力呢 情报战呢 然后甚至你说多到 嗯 我们当然其实还是要尊重 所谓一些专家学者的说法啦 但是我们可以也有自己的判断 就是说其实他们在 不断的在实战演练 在操作演练 对对对对 那这个演练一直持续在提升 在精进在进化中 那么到底他是能够掌握到多少 你知道有多少的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啊英国啊 其实都在说 大陆方面现在为什么 会进步的那么快 都是事后才知道 所以就是说 当你自己本身在情报的掌握度上 你是能够达到所谓的全面的吗 好这点我是比较存疑啊 所以那么当然他有他的这个说法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只是把这个 报告的提供给大家来看 所以他认为就是说 可能在难度上面 还是有那么点高 对于解放军来说 因此他们可能会特别先 针对另外的岛 譬如 对譬如你记得就是 我方的国防官员 也曾经有表示说 这个他们掌握到的情报是 大陆方面确实曾经有打算 是要针对东沙岛来着手 来下手 因为那个是一个 争议比较多的地方嘛 是 那而且如果以拿下一个东沙群岛 那只不过是一个大家争议所在 师叔似乎比较有名 就是因为这是你跟我的争议嘛 我还没有切身未明 那我先让他confirm 这是我可以做的事情 而且我没有打你本岛啊 而且连台澎金马 我都没有碰到啊 因为其实台湾的主体 一直强调的是台澎金嘛 那你并没有说到东沙群岛啊 那你在这个部分 如果我对他动手 那只是适当的对欧美 介入台湾的一种威吓 因为你动不动也在我们的南沙群岛 或者是在太平洋的这一岸 一直在军事演习 那我不跟你强碰啊 但是我在东沙这边我做一些动作 那对我来讲 那是我自己的内政 我未尝不可 所以他的想法是这样 我觉得也不无可能 好 所以其实呢 他的说法是 其实大家也可以思考看看 真的是需要用武力先来动手吗 根本不需要 就如同之前 俄罗斯的普丁不也曾经讲吗 他认为其实没有这个需要 你说真的需要用武力犯台吗 其实在武力犯台之前 他可以出很多招 封锁也是一招啊 封锁 对不对 还有经济的手段呢 还有包括像最近很多人说 是不是可能已经开始在杀鸡儆猴了呢 针对台湾的企业的着手呢 要断民进党的筋脉呢 诸如此类的 其实手段还很多 甚至之前我们讨论 在两天前讨论运牛20 对不对 他已经可以延伸性的到太平洋的势力 反封锁回来 那也是一种招数啊 对 还有另外当然别忘了 还有就是ECFA 嗯 对不对 好你看我就算不像过去 在这个 1996台海危机当时 可能有时候发射个飞弹 吓吓吓你 那现在呢 我不需要这样做 我也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呢 如果有其他的经济的方式呢 那譬如说像ECFA 大家都在想说 那是不是ECFA到期以后 他就把它给断了呢 对 那1000多项的找收清单呢 是是是 所以还值得来关注 不一定要如此 但是最后关键 我们就很快谈 2024 到时候如果 你看 小英他不可能再连任嘛 任期已满 那但是如果还是民进党上台呢 哦 如果是民进党继续执政呢 嗯 在2024之后 还是民进党的天下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会是谁 那他在这里面呢 也很有趣 他就直接点名到了是赖清德 他说如果就是赖清德呢 那这个赖清德 其实在过去2018 还曾经自称为台独工作者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哦好 那不管是不是务实 但他点出台独这两个字 那这个就是犯了对岸的大忌 对不对 就是要扫台独 台独绝不容许 那么你这个赖清德 不就是一个标志的人物吗 然后假设是如此的话 哇 那到底那个时候是不是就会动手了呢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不会 2027年不会 但如果2024是赖清德的话 那就等着看吧 那时间点怎么往前捅呢 就是不排除这个可能 因为其实你知道 环境随时都在变 所以你设的但书 你的条件 其实都有可能 因应这个做法而不一样 我看到这个他的说法 我倒是比较安心了一点 安心齁 对因为其实你对于整个习近平从 在今年一月之后的谈话 我觉得都是始终如一 他一直对台独的宣战 对不对 不管是他元旦的时候他的说法 跟蔡英文那时候相对嘛 对不对 然后一直到对于台商 台独你要吃饭砸我的锅 他整个态度上 他对台独是没有在任何手软的 包括你每一个只要这些什么 美国国会议员哪个国会议员 宣称有关台湾 要把它当成国家 台湾国家论的这些人 全部都出手很重 那其他的东西我都可以轻轻放过 这次也一样啊 他没有另外再点出什么新的东西 你只要是台独分子 我一样就是用一个高规格来对待你 那你如果是耐清德 那我就没什么好讲了 看起来好像说耐清德如果上来 我就要武力统一 这都中间的等号跟选项 那个连结性出来了嘛 目前还是还没看到 他只是在说 如果让赖清德出来 而台独分子掌握了台湾的领导权 那很有可能 就会有动手的可能 那关键点不在动手啊 关键点就是可能啊 也就是说大陆可能会 他会保持一个弹性 那他可能随时要灵活的 来因应这个环境的改变 那如果说你不去扯台独 就算是赖清德 就算赖清德 你说你就是不去主张这个台独 那么你不要去把它给好像强化 或者是甚至要讲所谓的隐性台独 你也没这么做 假设假设啦 假设啦 我是说他一定会这样子 但我是说假设是这样的话 也许我也就暂时按兵不动 但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呢 民进党真的要这样做吗 2024以后 如果还是民进党执政 民进党真的是要把台湾 带到什么地方呢 什么样的方向呢 对 死路一条吗 死路一条 因为对对岸来讲台独是死路一条 所以难道真的就是要往那个死路 死胡同里钻吗 对 好所以呢 假设是如此的话 那可能对岸就会有不同的做法 对 来因应这样的变化了 对方是安心的呢 是是是 好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2024会如何啦 所以呢真的还要持续来关注 可是 所以我不是很想要民进党继续执政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因为民进党啊 我想太会选举了 太会选举了 你看看最近那个公投 对不对 你看 几乎快被翻盘 快要翻盘啦 所以你真的不晓得会怎么样操作 不知道 这还是一个未定之天 对 但是最起码最起码你看到就是说 对岸呢 他还是也没有要把你往死里打 对 你看光是在今天呢 我们今天在直播的今天呢 哎 台北上海还双城论坛啊 嗯 就算是已经缩水规模 变成一个半小时吧 好像很短啊 对 可是最起码他还办啊 对 他还是继续在那里撑着 然后把它办出来 不管是怎么样 但是总而言之那个形式那个架构仍然在 对 所以呢我想说 至少还留着一丝气息啦 对 留着一丝气息 是啦 清教官的用字遣词真精准啊 就是反正两岸还是要有一定的互动 跟一定的交流 民间的往来 希望还是要维持运作 可是不知道这个民党政府 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所调整 但现在目前看起来啊 坦白讲 他们还引以为傲 反正你看其他西方国家 西方的势力 他们都在喊着 中国就是最大的威胁啊 我们要保护印太区域的稳定啊 所以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大家聚集起来对抗中国 集结了五个国家 35艘军舰都来了 我看掐指一算 看看有日本 日本 美国加拿大德国还有澳洲 在11月就在30号才刚结束 11月底进行的这一场 这个Annual Lex 2021 的这一场联合军演 美国跟日本一起主导了 那这个军演呢 其中你看到日本 有准航母初云号 每次都是他 然后呢 这个美军卡尔文森号 我想大家也不陌生 但再过来呢 其实有一个德国的军舰 巴巴利亚号 巴巴利亚号 其实早来了 其实在前不久 那时候本来还说 希望能够经过青岛 被大陆方面拒绝了 他本来要往上 然后被拒绝了 然后呢 反正他想要主张说 我自由航行嘛 德国也要这样 就说跟其他的西方的国家 一起来做这样的事 很热闹啊 最近就是这样啊 美国啦 英国啦 德国啦 都来了 澳洲啦 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个日本嘛 反正都来 但是呢 其实很明显 都说要守卫这个印太区域 在这里军演 这次你看到就是 这代表意义是什么 就是直接就是等于在呛瞎对岸 中国大陆 你这个就是一个地区上最大的威胁 不就是在剑指中国吗 有志 确实 那个象征意义 其实我觉得比实质意义大 嗯 对他的呛声意义非常的浓厚 是 可是实质意义 并没有像 他们正在做的国际宣传 那么的彰显 是 怎么说呢 有几个 第一 这个军事演习 其实不是第一次 如果你说针对性 一年一次 针对性的为了中国最近发生了什么 我们搞一个五 这个不叫五眼了 这个叫五强军演 五舰军演 五舰军演 那个也 这倒是真的指示性非常的强 五国三十五舰 这个已经连续办了十年有了 这个其实就只不过今年 第二 为什么会特别再被拿起来 因为美中贸易战刚结束 然后拜登起来呢 在做全世界的结盟动作 对不对 他总要从中间去抓一点新闻点出来 那其中这次的新闻点就是谁 就是德国 德国 因为德国有太多的新闻点可以发挥 第一 美克尔人下来 德国对于中国的态度 大家非常的重视 真的耶 美克尔12月要卸任 他现在等于就是一个看守的政府 可是现在接下来联合的新政府 美国很紧张耶 当家的呢 这些人呢 那他们到底要怎么思考 他们是不是真的是 比较抗中的立场 大家都在关注着 因为都认为说 梅克尔是比较亲中的 但是新上来的不是 所以是不是表示说 以后对这个中国大陆的态度 就会有所改变有所调整 你看那时候川普 这么大剌剌的 兴起美中贸易战 对不对 甚至不断的呛瞎 他也是要拉帮结派 只不过他比较大美国主义 唯一他踢到的铁板就是梅克尔 每次只要说 哎我们一起对大陆怎么样 梅克尔说 其实有时候对中国 并不需要用这种态度 他比较务实 比较务实派 这十几年来 其实也都是梅克尔 一直对中国释出善意 让整个欧盟跟中国那边 包括一带一路什么 都还可以顺利的推展 积极的推动这个中欧经贸协定 对毕竟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啊 美国会不会紧张 拜登起来拉帮结派 也看的就是谁的颜色 德国 那现在德国最新的政权 到底会走什么路线 好奇啊 就藉由这一次呢 美国刚好抓到了 有了有了有了有方向了 德国站在我们这边 你看第一次派军舰了 20年来第一次有德国的海军军舰 把巴利亚号来参与这一场 五国联合军事演习 请教官你们很好宣 非常好宣 你只要冠上这个标题 你看德国从来第一次 可见对中国政策不一样了 跟我们站在一起要对抗了 但是如果你去看大陆那边的评论 又不同的观点来看 因为请教官的这个有情调 还喜欢用各个面向 你看大陆的观点是什么 第一 在欧美发出来的新闻是 德国要航行 巴伐利亚要到天津北京被拒绝了 对不对说不行 但是在中国的发出来的讯息是 德国释出善意想要来拜访 打声招呼了啦 打声招呼 对但是因为时间不适合 所以就没有没有要了 奇怪哎两边都在学 可是态度就不一样 一个是拒绝 一个说现在战时不适合 那到底是什么的状况 再来德国如果要参加 总共35艘军舰 是 正式的参加 一艘啊 嗯 怎么会只有一艘 你要把德国也摆出个五艘的阵仗 德国只是一个开头 我觉得就像梅克尔的性格啦 我毕竟我觉得他还是留在德国里头的一些影响力还是在 就是务实嘛 嗯嗯 我也不想跟你们其他的国家走不同调 所以我就派个一艘意思意思 而且其实啊 其实现在这样子把这个阵仗 大阵仗把它摆出来呢 用意不外乎 就是说 反正呢我们人多势众 对 哎我们现在呢 要比几个国家 就有几个国家 对 中国大陆就一个国家 但是呢我们有五个国家 就是联合起来 所以我们好像呢 势力强大 滚头部比较大 感觉上是这样 团结力量大的意思 滚头部 对抗 你要不要念一下 什么 滚头部 滚头部 哈哈哈哈 滚头部 我念的还可以吗 可以啊 那什么意思啊 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因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要打架之前 大家会比拳头大小 哦比拳头啊 滚头部 这个滚头部 看谁的拳头大 是是 大家逼着滚头部 哦但坦白说哈 其实呢这一切一切 其实呢都是从什么 说台海局势啊 现在不安定 不安定 台湾有危险 所以我们都要站出来 你看日本方面不是讲了吗 安倍晋三也讲话嘛 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 所以我们意思是说 我们要一起来协助 可是问题是 对但问题是说 你觉得真的到时候 真的出兵了的时候 他会帮着你打仗吗 不会吧 不会吧 那这五个国家 美国会吗 日本会吗 德国会吗 澳洲会吗 这些国家会吗 其实真的到有事的时候 没事的时候 反正就站出来 把那个船就开到那边去 然后秀给大家看 你看我们在这里 可是问题是 真正有事的时候 出兵吗 帮你打仗吗 会吗 也是一个问号 其实就好好想想这件事情 你就知道了吗 真正到了关键问题的时候 就连美国总统拜登 他也不这样说啊 还是维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啊 对啊 是不是 台湾自己还是要先撑住啊 那个是美国自己的军方 将领讲的啊 你们自己要先撑住 然后我们随后赶来 然后但是呢 在此之前 我会拼命的卖军事武器给你 对不对 技术小曼尔给你 武器给你 不一定要最新的 你们台湾就收着 但是问题是 他就是要先这样 这个反正赚取这些利益嘛 所以到底是谁赚到 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啦 好但是呢 现在一定要强调 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所以西方国家连着一起来 那么尤其在最近 我们看到了 包括美国的官员 英国官员 西方国家 看到大陆发展极因素武器 真的是吓坏了 所以他们现在也要迎头赶上 集体直追 结果看到美国的这个空军部长 他们他信上了不久 结果他接受路透社的访问的时候呢 特别谈到了 他却说 大陆的发展这个极因素武器呢 其实都是一个军备竞赛 哎 这个美国要是发展极因素武器的话 可不会这么说吧 对 但是维持世界和平 哎 哈哈 大陆发展武器叫做军备竞赛 军备竞赛 对 对 你们要跟我们比大小 是 美国发展极因素飞弹 对 是为了要抗衡中国 如果如果是 你知道警察官员 你那个刚刚的脉络下来 论述应该就是这样 是啊 都跟双边有什么样 他说这是一场持续很长时间军备竞赛 然后还说 中国在这方面是一直非常积极的 结果事实上呢 之前就已经在喊 说那个其实呢都是威胁 哦 发展极因素武器 可是呢 我后来查了一下 我看到其实在之前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在那个时候第一时间是 英国金融时报 爆出来的一个独家嘛 哦 结果赵立坚那时候的回应是说 其实呢 你们所说的那试验 是例行的太空船试验 是要验证太空船可重复使用的技术的 他其实已经有这样说 但是西方国家显然不买单 不买单 然后呢 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自己都在讲说 啊 中国大陆开发这种先进的军事武器啊 这种装备武器系统等等 会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情势的紧张啊 这意思就是说所以呢 他们带来的紧张 是中国带来的威胁 所以换句话说 应该要停止 那我们赶快去发展 我们才要迎头赶上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说 难怪这个 我看到大陆的这个环球网啊 他们就有一个评论啊 他就说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 是拿这个 什么看 我看一下啊 他说 拿着锤子的人 看什么都像锤子 对 拿着锤子的人 看什么都像钉子 但是问题是 这个比例倒是蛮精准的 是啊 哎呀 好像一向如此啊 在美国的眼中 他想要做什么 就是什么的啦 都是正当的 都是合理的 都是应该的 其实 我们把时间再稍微拉长 拉广一点 你来看 美国要做一件事情之前 是不是都会先找理由 然后他才会去做一个 大家都认为 不合理的军事竞争 说到军备竞赛 对 请问美国你利用伊朗 你包括小布希 是 因为石油 因为伊朗 说他有核弹 对 因为有化学武器 刚开始说核弹喔 对不对 所以发现伊朗怎么可能 会有能力发展这个 赶快改个口 总说他有大量的生化武器 然后就一次发动了两一战争 是 然后美军就开始进去了 大家都还记得 他总是要找个理由 那请问一下 如果伊拉克 伊朗不能有核弹 对 就是大家的共识 那为什么美国境内 还有上百颗核弹 你不可以有啊 但是我呢 我有是为了世界和平啊 对 这好奇怪啊 对 那个理论就是如此啊 所有的 他一定都会找一个借口 是 对不对 像不惜他要发动摩扇车 那又有科威特的事件嘛 那又是另外一个 可是他为了要石油 世界各国都是 你们都可以共享石油 我是来保护石油的啦 你是把人家打得乱七八糟 于是在那边就扶植了很多的政权 阿富汗不就这样来的吗 对 所以说美国要做一件事情之前 一定会先给你一个理由 那这是中国大陆的理由 就是极因素飞弹 对 你一定有很奇怪的武器 我讲不出来 可是那个武器很恐怖 那个武器呢 恐怕会破坏世界和平 对 那我为了要世界和平 带来威胁 我也要发展 对 国会 别一点预算来吧 因为国内他们里面 就可以有一些预算 就出现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世界各国就开始怕中国 有极因素武器 我们现在都没有 美国大哥 中国不会给我 那你赶快发展 对 你有了 到时候我们帮你买 不就又可以赚钱了吗 又是 又是一个完整的套路 然后大家一起 再来摆出阵仗 中国你不对 中国已经告诉你了 就像当初的伊朗 我们没有核武啊 是啊 嗯 我们卫星发现 果然没核武 但是有几个奇怪的厂方 一定是有化武 那 我一定要处理你 现在中国大陆不是也是 我们没有极因素啊 我们也没在想要打算发展这个 太空梭就是极因素嘛 请问你美国的太空梭不是极因素吗 阿波罗13号不用极因素 你怎么飞上去了 那 可是不是 你一定是武器 你不觉得美国就是一种这种 只有我可以 这个叫什么 再念一次 拿着锤子的人 看什么都像钉子 看什么都像钉子 所以才其实 他就说啊 世界和平 我是世界警察 所以 伊朗有核武 砰 然后 伊拉克 哇 你们破坏石油精英 砰 然后就有借口 现在中国大陆 你有极速武器 这个锤子 又有钉子了 对不对 砰再下去 那锤子拿来干嘛 那不是钉人的吗 是啊 你看看 哎 这个比喻其实蛮好的 所以你要 像美国如果既然这样主张的话 其他的跟他一起在一起的这些 包括英国 还有澳洲 对不对 这些国家 他们当然都跟着要应贺嘛 老大 所以英国啊 我们看到这个情报头子 秘密情报局局长 也就是军情六处 这不是007的 哈哈哈 这不是M小姐吗 M小姐 啊 是 里面他们的头头不是一个女生 对 那叫M太太嘛 对不对 就是那个 M M 然后他每次只要 他又有点暗恋007 你知道 然后因为他 也不算暗恋啦 看太多了 只要牵着他军情六处的人 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007 Double O7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尤其最近詹姆斯庞德 饰演的那个 最近那个之前被不被看好的 但是后来他也至少也演了7集 他是不是也要退休了 最后一集了 最后一集 欸 为什么讲到007了 对啊 因为我们讲到英国的军情六处 对 军情六处 好 但是呢 他要揭开他自己神秘的面上 真的吗 为什么呢 因为要拿来来指责中俄 要来 所以就出来了 锤子又出来了 出来了 他接受这个媒体访问 很难得 因为去年10月上任 非常难得的来第一次接受访问 接受BBC的访问 好来 那结果呢 他里面呢就讲了很多 那但其中呢 特别谈到了就是 除了你刚刚讲到伊朗之外 中俄都是威胁 中俄现在有合作紧密 相当的友好 对英国来讲 那个叫做威胁 而且甚至还说 因为你刚刚不要讲极因素 其实俄罗斯的普丁 昨天我自己在头条开讲节目 也提到 他们自己也发展 而且很成功 然后呢 普丁自己也拿来出来宣扬一下 哎呀 你看我们做到了 我们也做到了 所以大陆做得到 俄罗斯做得到 美国做不到 英国做不到 都会紧张 都会视为威胁 好 所以呢 先说中俄的不是 然后又进一步的又说 好啦 你们在科技上面 你们真的有太多地方 都是在超越我们 你知道其实除了这个极因素之外 还有量子技术嘛 对 量子技术呢 现在美国呢 发展的也不如中国了 看到那边干瞪眼了 也急了 所以呢 也跟澳洲啦等等 都要说 哎我们要一起努力 好好的研发了 要急起直追嘛 嗯 而是再者 就是AI啊 哇 AI这个技术 哎 有之我们其实之前 不是有在节目当中有谈到吗 就说 其实在那个AI智慧港 港口啊 嗯 你看大陆的这个AI智慧 是在这个港口的应用上面 嗯 发挥淋漓尽致 然后呢 它可以解决所谓的塞港的问题 对 但是在另一头 美国的港口塞的严重啊 最近还加税了 是啊 那怎么办 那AI还要继续努力啊 那偏偏中俄在AI的技术超越了 所以英国呢 甚至就说 他们掌握了AI 可能还会颠覆地缘政治 哦 为什么 特别就是谈到就是说 而且还想了 接下来是十年之内 十年内要彻底的改变地缘政治 嗯 然后甚至呢还说 啊我们的对手正在投钱 砸下钱 掌握AI量子运散 还有合成生物学 因为呢 他们都知道说 这些科技啊 可以什么 可以带来筹码 那个其实就是一种工具 嗯 你看你可以研发 这些科技 如果是运用在战备上 在武器军事的用途上面呢 对不对 那可能就是所谓的威胁了 你现在在民生的发展 那么带给大家更多的便利科技嘛 那样的进步 那可能是一个福音 可是如果是应用在国防 军事科技 或甚至是你所不了解的那种 杀手箭都使出来 是透过这种科技技术的话 那不就是威胁了吗 因为英国这个情报头子 他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件事 这AI现在又变钉子了嘛 是钉子 对不对 英国军情六株 现在又变成了Hammer Hammer 蹦蹦蹦 锤子 他又来叮钉子了 对 我觉得有时候中国大陆 好像做什么 只要赢人家来都不对 对 都不能赢 一定要输这些欧美国家 否则你就是 价值观和我们大不相同的专制国家 扭曲公共论述和政策决策 俄国违反国际体系的行为 是齁 你5G比我们强对不对 违反国际体制 你AI比我们厉害对不对 大不同的专制国家 所以这个都是什么 难怪人家会讲说你是Hammer 对不对 对 我说实在的 AI我真的要真的要说 大陆其实也是这几年激起之追 对 因为我曾经在有情调这边 跟请教官讲过一个故事 我到山东的软体园区去参观 你还记得吗 光那个冰箱啊 他们从AI就是人工智慧 对 然后他的人工智慧是好几个阶段 人工智慧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对 很复杂的 一个其中很简单就是辨识能力嘛 那那个冰箱里头我说过 他那个 因为大陆已经有一个软体 你只要照了一下那个植物 像我们这棵树一照 哎 华树 对 帮你辨认 什么植物名称都出来 他教你种花了 对 一逼逼以后呢 他就会说这个树呢 适合什么样的养分 这个叫做AI能够智慧最前端 这是非常基础的 那再来呢 还包括大陆港口在用的 你整个船的辨识 然后它的那个货物载运能力 然后如何能够快速的在在船跟船之间 算出最紧迫的时间 然后如何再用输送带 那个是整个整套人工智慧 所以一种是生活日常 但另外呢 其实运用到的是经济产业 对 那如果再更高端的呢 对不对 甚至还有太空啊 美国自己不是也有吗 也有啊 号称F16不是有头盔 可以看哪里打哪里吗 那也就是一种人工智慧 你用瞳孔 对 然后影响了机器的辨识能力 那你的人的瞳孔一看哪里 美国的那个机关枪F16上面的 就可以指到哪里打哪里 这都是美国正在进步的东西 那中国大陆是这十年来才极起之醉 可是你看他这样子警咬有什么意思呢 甚至说中国还要说俄罗斯 在那里一直不断的拿中国说是指指点点 那现在你看俄罗斯怎么讲 俄罗斯怎么说 普丁说话了 普丁啊 就回应了这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因为他也知道现在呢 西方国家积极的在高唱这样子的论调 那么他特别谈到了哦 他接受这个媒体的报导呢 也特别有说到啊 说其实呢 从2000年开始 他们就在用中国吓唬我 结果从那个之后呢 吓唬我的人自己开始怕了 开始改变了他们的对华政策 那么西方针对中国各种限制措施 完全没有依据是违反了国际法的准则 所以其实到底是谁在违反国际的准则呢 西方说是中国 那俄罗斯说是你们西方 然后呢普丁等于就是呢力挺中国 然后他特别讲说你们所谓中国是威胁吗 我一点不这么觉得 我一点也不害怕 我不认为那是威胁 而且中俄现在的关系非常的友好 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深化 深化交往 然后甚至哈有些你知道 我看到他在说俄罗斯还支持中国 在创建这个全球的贸易基础 结果呢另一头我就看到呢 这个现在这个中国跟俄罗斯哈 他们还有一条这个 在中俄边境的公路桥要开通 叫做黑河大桥 这个黑河大桥呢 是要在今年的年底之前通车啦 然后呢普丁可能还要邀请习近平 前去这个中俄边境 来参加这个大桥开通的仪式 那其实也是可以去啊 因为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我们看到很久没出国 可是我还是在维持在这个边境的话 没有出境的话 对对对 也还是留在这个中国大陆境内嘛 对啊 其实普丁的这句话我真的挺有感的耶 2000年开始用中国来吓唬我 其实美国的政策一向都是用一个 是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 但是还记得三公报怎么来的吧 是 对不对 当初就是为了美国要跟俄国来做 保险冷战对抗 对 然后一直担心世界第三名 因为在这时候跟俄罗斯站在一起 那就是那时候的中国 是是是 那个中国并没有现在那么强嘛 那为了要阻止中国来闹事 所以呢 赶快跟中国搞了一个三公报 是 保证你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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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我不会跟台湾的 然后最后跟台湾断交了 对不对 就为了要对抗俄罗斯 是 然后那时候是苏联嘛 然后搞 跟中国搞了一个三公报 然后造就了今天台海的局势 不就是你美国造成的吗 当初如果你不是这样子扶持 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 跟台湾断交 为了三公报 然后三公报的突然发现 不对了 我光用中国来对抗俄罗斯 苏联不太保险 万一中国也起来怎么办 对 又保留一个台湾关系法 是 然后开始三个保证 八个保证 六个有的没有的 三六九的什么都来了 嗯 美国就是这个样子 是 他要对付苏联的时候拿中国来 他要对付中国的时候 就是拿台湾来 然后再回来跟苏联讲 来我们一起来 是是 他就是这样子搞 三公报 大家去Google一下 当初怎么来了 就是美国拉中对俄 所以普丁这句话 中国威胁论 那也是第二阶段 是 中国强起来了 那现在就是要告诉你 俄罗斯 以后你也不会多好啊 中国强起来以后 对你是威胁啊 来站在我们这边 你别忘了 你之前跟人家吵架 他吵架什么样子 嗯 俄罗斯没有这么容易 就会被你影响 结果现在他的中国威胁论 普丁马上做一个反应 他 普丁是不是念历史了 他以前 拜托他以前 从那个时代 已经是军人到现在了 是啊 他看着整个苏联 潮起潮落 他知道你美国在搞什么 所以俄罗斯强调的是说 我们不会以第三国的利益为导向 好笑 不会以第三国利益为导向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既然是身为俄罗斯的领导人 他就是以俄罗斯的利益为导向 哎呦 这个句话怎么听得这么刺耳啊 他就是以俄罗斯的人民 跟国家的利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但是 普丁来教教我们蔡英文嘛 是啦是啦 来来来 所以呢 他说呢 俄罗斯是以俄罗斯人民 跟国家利益为指导 俄罗斯尊重国际伙伴的利益 真是对方以相同态度对待自己 而中国就是用同样的方式 在对待我们的 所以中国有权利 根据国情 定定他自己的国防政策 保障他人民跟国家的安全 对 普丁是这么说的 所以呢 等于就是你想要把我拉走 没这么简单 我现在仍旧是信心满满 我坚持在做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所以俄罗斯仍然还是 以他自己的利益为优先 把我当地址 考量 好 刚才我还看到 我们线上有几个网友啊 高松哦 说第二次车臣战争 打出来的威望 左边说普丁是我偶像 当然他们说普京 普京普京都有说 陈阳说普京一直都是跟美国不和 自然是贴大陆那边 然后刚刚我们谈到那个公路桥嘛 所以可能我们线上的这个网友 有一秒呢就说了 衰芬河黑河东宁还有满洲里 我都去过 这个地方现在应该都很冷吧 满洲里我也去过耶 啊啊是吗 好漂亮哦 漂亮漂亮漂亮 那中俄边境 我那时候去内蒙的 你是去内蒙 那是内蒙吧 应该是内蒙 外蒙是指蒙古共和国那边嘛 内蒙 然后一路玩玩玩玩到那个中俄边境满洲里 是哦 那个好多的那个俄罗斯风情文化 而且那边的蜂蜜跟巧克力很棒 哦 很漂亮很漂亮 那你去很多那俄罗斯那个 那个叫什么圆顶尖塔式的那个建筑 是 那进去餐厅里面呢 就有中国是俄罗斯柔和出来的料理 很特别 有我们中式餐点就是满 就是那个东北地区的那个特色 东北菜 东北菜的特色 但是呢又有跟俄罗斯冰天雪地 引申出来的文化 哎 刚好如何在 那菜色真的很特别 真的吗 东北菜色 讲的我们秦教官是不是 因为我很爱美食啊 对啊对啊 很懂吃 所以不是东北菜加几个鱼子酱 哦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么简单 哦好好好 没有没有很有趣 希望有机会能够去看 那菜色很特别 我说不会形容耶 有点像披萨 但是就有点像炒菜出来的披萨 哦这样子哦 好 这个形容不知道你能不能领会 了解一下 我研究研究 等疫情大家解封以后 可以去满州里走一走 我蛮喜欢的地方 好那当然不要冬天去 不然会冷都受不了 应该是这样子 好不过一带一路呢 你看到这个是在中国 跟这个欧洲啊 那么现在啊在保持一个畅通的情况 解决了很多这个塞港的问题 艾文艾说你是吃粉 我是吃粉 吃粉的意思是 吃东西 对吃粉 吃粉的意思是很爱吃吗 爱吃的意思吧 是吧 是不是 好 来来来 但是你知道好 这个一带一路呢 其实 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青少年爱甜点 我真的 因为为什么每个人 你的粉都知道你爱吃什么呢 因为可能有follow我的社群吧 是不是 对啊 应该是这样 哎 讲回来讲回来 现在啊 一带一路我们刚讲到啊 现在呢 刚刚你说 哎德国好像出来弄个巴巴利亚军舰啊 就怎么样了 要对抗了吗 哎不尽然 不尽然 军事方面 可能 还是要秀个肌肉 对 要跟西方国家呢 是站在一起 对 但是呢 但是呢 经贸上面 你知道这个中欧班列啊 德国方面都还要说要加开啊 因为什么 因为有这个需求 对 中欧班列现在解决了多大的难题 塞港的问题得以解决 所以德国加开 好 但是呢 其他的国家呢 看在眼里 吃不到甜头的 就说什么 吃不到葡萄说他酸了 所以呢 哎 现在就说 啊 这个大陆哦 现在弄这个一带一路哦 哎呀 都是什么 都是有他的目的的 而且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甚至还说 啊 他援助其他的国家啦 然后呢 这个其实都是有条件的 援助之外呢 其实都是设下了一个所谓的陷阱 这个呢 叫做债务陷阱 债务陷阱 你就是说反正呢 你总得要还嘛 对不对 我支援你 但是以后你要还钱 有债务陷阱 还不出来的 哎 那那个条基础建设 譬如说 盖的那个桥啦 或那个机场啦 那个路啦 那我就收来 那就变我自己的了 嗯 那他这个就是变成是 所谓一种好像叫做什么 侵害主权呢 这个是西方国家的论调 哦 哎 像那个刚刚我们讲到这个 英国的情报头子 他又这么讲 就这么讲 那好 但是一方面要说他的不是 但是呢 又要跟他学 又要学一带一路 你说这是不是很矛盾呢 很矛盾 大陆要这个一带一路 大家看在眼里 那欧美啊 不得了啊 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能够交到这么多的朋友 讨厌 而且看起来呢 这个友情又这么稳固 那怎么行 真讨厌 想办法要裂解 哎哟 裂解就要用什么方式呢 就说那我也要弄一带一路 什么啦 对啊 我讨厌你 然后但是 我跟你一样 对啊 所以现在你看欧盟哦 筹资本来没有要筹那么多钱 现在要弄更多 13000亿欧元 台币10兆以上了 3000亿欧元 但是这很了不起吗 大陆弄一带一路的话 不止这金额了吧 3000亿欧元 现在呢要弄出来 欧盟现在打算要这样做 哎有志怎么看 要跟大陆拼了 哦 嗯 哦 嗯 哈哈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 这些欧美国家有时候想法 自己懒太久了啦 然后现在要激起直追 惊绝亚洲这些天 好像是未来20年50年的趋势 都在我们这边 好像是隔往亚洲看 但是偏偏台湾呢 一直往美国看 这是很荒谬的现象 要回答 行交关这一题提 那个我们讨论之前 我就先讲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好 你不觉得 其实整个亚洲 已经是蓄势待发 对 包括 包括东协 包括大陆 包括大陆 包括俄罗斯 对啊 整个一副叙事待发的样子 可是欧美现在好像一种 惊醒的感觉 嗯 那我们台湾现在就一直往欧美去看 然后去忽略了这一块处女地 正在蓬勃发展中的一个经济体 美国现在就一直在哀叹啊 说当初都是因为他们把眼光啊 放在包括伊拉克啊 阿富汗啊 中东的问题啊 还有恐怖主义啊 对抗那些啊 每天在搞这些啊 然后呢 结果大陆在那里 忙着自己发展 对 而且因为美国就围堵你嘛 他当初是不在乎你不屑 然后觉得 对 你应该发展不起什么来 但是后来就发现不对劲了 然后想办法围堵 堵了以后呢 好像看得起来不及了 不是 越堵呢 中国大陆就自己发展出自己的技术 对 你堵我自己搞 对 就是被逼出来的 你堵我自己搞 搞什么搞一带一路啊 对 你不让我往太平洋 然后又东亚岛列要封锁我 没关系嘛 那我往西啊 我就用以前的思路 跟海上丝绸之路 两个一带一路 对 大家如果去看 那两条线一走起来 他似乎就是呼应美国 你堵我东边 我往西边走 对 而且就这么刚好 不管后续的经济发展 还有经济体的板块位移 对 然后美国没看到的东斜十国的发展 刚好都在一带一路 是 所有的路线之下 那一带一路那时候 确实 我跟各位说 当时发展的时候 确实 哪一个国家发展 请问啊 不要说国家啦 就算你家做生意 你家会不会想要得利 有人做生意是做公益啦 嗯 这都一样嘛 这世界各国做这种事情 一定要有自己利益 对 那大陆的做法是什么 因为他这么多年来 一直被美国围堵 对 然后用美元来操控你 大陆想 这几年我默默的发展 赚了 刚刚情教官讲得非常好 默默自己做着做着 外汇存底 本来台湾还成世界前三名的耶 嗯 大陆现在已经远远 把你抛到后面了 那外汇存底这么多怎么办 变成一滩死水 你又不让我往外面发展 那怎么办 我只要搞活路啊 那我的活路就是 我这些钱借你 需要的人我借你 因为我太多了 那我借你之后呢 我再帮你发展经济 但是你这些经济要用我 现在还过剩的生产力 去帮你生产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发展到 越来越大 整个中国的市场挤不住了 那这些什么农工队啦 或者是科技啊 工程队 开始往非洲 诶 四十个国家 我们人也过去 钱也过去 我借你钱 有时候无偿 有时候低利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请我们的人 等于我可以用我的外汇 再请中国的这些团队 整个经济水就活起来了 活起来之后呢 我这边付了 我就可以用更低的利率借给你 那你呢 可以发展你的机场 卫生 教育 公路 那这些是基础建设嘛 你有钱了之后呢 非洲 你就可以慢慢的分 二十年啊 有的签三十年啊 甚至有的签到五十年喔 你再慢慢还给我 大家共享利益 所以那个时候呢 大陆第一时间喊出来 叫互惠关系 现在欧美各国 推了这个叫做 什么 全球门户 Global Gateway 对 他就是用大陆 当初的主张来打大陆 是 因为他现在也讲 你那个不是叫互惠啊 嗯 你那个叫依赖 你故意创造依赖 是啊 他现在意思是这样 我才是互惠 结果呢 最新的情教官也知道嘛 立陶宛借一百六十六亿给你 对不对 是 立席要的 所以 借台湾二十亿 军事力量扶植你 立席要的 一样啊 那不是一样吗 那都是要还的 那哪来互惠 你还是依赖啊 是啊 你不就是依赖关系吗 一样的逻辑 所以大陆的官员就在讲嘛 就说为什么呢 其实西方国家 现在呢 你说你要援助他 你要援助这些外国的时候 你就说这个叫做发展援助 可是呢 如果是中国大陆在做 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都说那个叫做债务陷阱 是 好像意思就是说 所谓债务陷阱很简单 你就说你就挖个坑 用债务把它压死 然后呢 到时候 就吃掉 所以呢 这大陆方面也强调了 就说 那其实之前都是这样说 哦 什么乌干达 在非洲国家弄那个机场 然后呢 就说 你还不出钱来 我就要把它没收了 好像这个意思 但是事实上 大陆方面就否认啊 说从来没有 因为你还不出钱来 我就要把它占为己有 从来都没有 可是 问题是大陆国 这个其他的国家 都是这么的说 然后刚才我看我们线上 其实呢 也有这个Solbio 他说 3000亿欧元好像没有很多 那我跟Solbio讲 其实 11月中的时候 本来欧盟方面要宣布 就是Gateway 就是全球 Global Gateway 全球门户 就是他们欧洲版的一带一路 本来要宣布的 结果那时候你知道 那金额才多少吗 多少 400亿耶 400亿欧元 3000亿已经不算多了 何况只有400亿呢 所以后来想想 啊不行 400亿好像太少了 赶快回去再重写 不好意思 要不然的话 对 因为它那里面 包括很多的项目 什么铁公路 桥梁交通建设之外 其实还包括什么 什么网路啦 光纤啦 这些其实都是含瓜在内 他仔细说不够啊 400亿根本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现在在端出一个 3000亿的新的版本 说12月1号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直播的这个时间 端出来给大家看 可是问题是 它还是没有很多啊 然后大家想 哎 奇怪哦 欧洲都真的能够弄得起来吗 欧洲的人工也比较贵 就像美国 美国自己也说 哦 我们要全力的来帮助大家 还有包括我们美国自己 我们要 科技人才要过去 基建 基建很重要 不是在推那个基建法案吗 基础建设 到底钱在哪里 还是一个大问题呢 美国的财政 不是都吃紧了吗 然后呢 基础建设 那人工也很贵 跟大陆方面如何相提并论 所以呢 其实这个话 都不要只是说说而已嘛 真的 好来今天谢谢3300多位的好朋友 在线上收看中 谢谢 也请大家拜托一下哦 要记得按赞 对 叶淑怡谢谢你的提醒 我们的按赞 这个很重要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按赞 还有新闻有情调的影片 有志跟我一起来直播哦 那么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分享 我们的这个影片 给更多人知道 大家一起收看 并且支持 谢谢 有时候要去串串门子哦 大新闻大包括去看看啊 看看对 还有全球视野可以去看看啊 还有头条开奖啊 最近大新闻大包括到 1万多人在线哦 全球开奖有到2万多人 是吗 我都很厉害的呢 是是是是 要靠大家串门子 是是 换个说法就叫串流 好啦 好谢谢有志哦 好也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 回去看会不会痛 还没有痛吧